好,这题的题目我把它复制贴上 我觉得题目好像怪怪的 怎么会有语语呢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在打字时有出错 所以我现在把这题重新翻译一下 就是下面有很多观点 哪一个可以支持内共生假说 所以其实这个句号的后面就是题目 前面就不要理他了 就是以下哪个现象可以支持 内共生是发生的 由于这两个包起 好,我们看选项 目前有一些草驴虫 有一些变形虫 正在跟蓝绿菌或细菌行内共生 这个证据太棒了 就是内共生这个事件 不是过去才发生 今日也还在发生 天哪,这证据太强了 现在能发生 代表过去就能发生 而且我们还看到有在发生 所以已经找到现在有的生物 正在行内共生 这证据太强了 一定要打勾勾 它是很棒的证据 好,B选项 这两个包起可以自行复制分裂 代表什么意思 它可以自己生殖 代表它具有生命性向 它是独立的生物 所以代表它在你体内 是被你吃进来的 它原来是独立生活的生物 因为它具有生命性向生殖 所以这也是答案 诸据很像 这两个包起的细胞膜成分 怎么会跟原核生物的很像 为什么 你的膜怎么跟细菌好像呢 因为你就是细菌 所以这个证据支持 这两个包起原来就是细菌 原来就是原核生物 所以是一对 诸据很像 这两个生物的大小跟这两个包起 就是这两个包起的大小跟 当时内公司的这两个生物大小相近 这也是原因 好,我解释一下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大小怎么可以当作 难道两个生物一样大 你就是同样的生物吗 对 它是这样当作证据的 是这样看的 叶绿体是一个很大的包起 你们知道这是吗 叶绿体很大 叶绿体是个非常大的包起 而立腺体是个非常小的包起 立腺体很小 好,这两个包起大小有差 就这么恰好 蓝绿菌很大 有氧呼吸的细菌很小 而且大小就刚好fit 所以这两个细菌 它的大小比例 跟现在在你细胞里面 这两个包起的大小比例 完全吻合 所以我们现在认为 这两个包起就是那两种 微生物了 被吃进来形成的 所以它是一个证据 虽然这个证据稍微薄弱了一点 因为大小一样不代表一样 对吧 就像我家的兔子 跟我家的猫一样大 你不能说我家的猫 就是我家的兔子 对 但是你只好可以说 我家的猫 跟我家的兔子一样大 可是我家养的恐龙更大 所以我家的猫 不会是我家的恐龙 因为大小不一样 所以至少它没有矛盾 至少它没有矛盾 没有矛盾就可以当作一个辅助证据 虽然这个证据稍微薄弱了一点 依选项 我们来比DNA序列吧 这两个胞气的DNA序列 怎么那么恰好 跟原核生物的DNA序列 好像哦 因为你就是原核生物 你就是细菌 所以这一题 全部的答案都可以支持 这两个胞气 是被吃进来的原核生物细菌 不论是行光合作用的 还是行育碾呼吸的 所以此题答案是全部 不一定 其实那个细胞合的成分 稍微不同 这个我们高中没有教 有一些细菌 它的细胞合成分 稍微不一样 它有别的成分在 稍微不一样 对 这是不太一样 那我们没有讲那么多 所以证据会很多 磷酸钢酯 当然是很重要的膜成分 但是有一些细菌 它的膜有别的成分在 以后到大学再说吧 好 所以第三题到这里 所以我们能够找到 现在我们是将来我们的 谢谢大家